2018年1月,刘空青这一名字突然上了上热搜,吃瓜群众表示对这个名字闻所未闻。搜索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名知乎网友,刘空青也只是一个笔名而已。但是在这个从未听说过的笔名背后,扯出了一大串当红小花的名字,以杨幂。 唐烟为主的张回体文章《杨幂唐烟争斗战》已连载有11回之长,引起了各大营销号的转发评论。 热度一时间被炒得很高,杨幂团队正式对刘空青发出警告,请侵权人删除所有不实言论,向杨幂道歉,并会通过法律途径进一步维护合法权益。 在杨幂团队发出声明之后,刘空青秒认诵,删除了所有文章,并在知乎上发文致歉,表示自己是根据网上的一些材料,进行合理的推测,并称杨并为敬业奉献的人民艺术家。 但是刘空青的道歉并没有得到杨幂团队的完全原谅,法律维权之路仍在继续,直到前几日。 家刑杨幂工作室宣布包括空青社在内的几大侵权案,杨幂方全部胜诉。 在最终判决中,刘空青除了需要承担澄清所需费用外,还需赔偿原告杨幂精神损辅未经及公正费,金额虽然不大, 却是对在网络上那些无谓造谣诽谤的键盘侠们的严重警告。 本次判决中法院宣布若清权人15日内部公开道歉,将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限制消费等等。 在判决书下发之后的几天后,4月18日1点59分, 刘空青又再次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份致杨幂的道歉书信中, 说杨幂是从小到大的美貌仙子。 不整容不买,水军从不炒作,无愧的人民艺术家,小时代等华夏瑰宝作品,此信一出, 引发了众多网民的讨论,杨幂粉丝认为其毫无悔意, 信中充满内涵,希望杨幂团队继续维权,法律不承认这种道歉。 把刘空青往死里告,另外一部分吃瓜网民有人认为, 要不然就继续刚下去,认诵了还内涵好没意思,不难认。 要不然,索性就别道歉,也有另外一部分网民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道歉很真诚。 众说纷纭,争议也很大,刘空青这一事件,有可能依旧无法画上句号。 其实像刘空青这样的案例,在娱乐圈并不少见, 只不过是刘空青的文章涉及众多明星。 不只是杨幂被他写得十分有心机。 刘亦菲,姚晨,Angela B.刘诗诗,赵丽颖,迪丽热巴等, 小花之间的关系,也被描述得十分复杂。 活生生的一出公斗剧,作为圈外人的确是不清楚, 娱乐圈内到底是怎样一帆天地。 是像很多网民在网络上评论的那般勾心斗角, 资源大战,还是其实并没有他们所以为的那样藏污纳垢。 不过不管怎样,当你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就不要随意造谣, 没有事实依据的推测都是对某个明星的极大伤害, 污染了本该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 面对这种软性的网络暴力的明星有很多, 他们默默承受着因为某个不知情者的评判与指责。 还记得当年的潘岳明,面临婚姻的破裂, 妻子的率先发难,为了保护妻儿, 潘岳明并未极力反抗,网友们蜂拥而上。 把他衣服弄脏,心灵弄碎, 影评人钱德勒在看白夜追凶时说道, 白衣少年陷入名声狼藉,成为公众笑柄。 他连着好皮囊也毁掉之后,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心。 下面有网友回复,他那么单纯通透, 瞥一眼编制里面是一颗红心, 为什么要听信谣言,任凭恶人撕碎他的皮囊, 露出那颗心? 围观地说,看! 我就说他是个好人。 可少年,白白受了折磨,也只剩下那颗心了。 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网络上, 有人说某个公众人物有错的时候, 在真假未知的情况下。 哪怕就算这个人真的有错, 大家且等等,不要急切地去问责去批判, 耐心等真相出现。 到那时再拔出刀剑也未尝不可, 如此就可以少一个被谣言舆论伤害的好人了, 毕竟如今好人实在难得。 哦! 哦! -